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美麗星談判 中國科技業和基金會CEO的03元 懂得在生命的轉折點放下包袱 為了推廣快要消失的草編童腕 牠在退休之後放下身段去考街頭藝人 用一步以腳印的方式 讓有趣的草編童腕 吸引各年齡層的人停下腳步觀看 螞蟻 蟾 螃蟹 炸蒙 長茧鹿 以及各種不同素材編織而成的幸福鳥草編童腕 不管怎麼擺設 都有濃濃的童趣 以及空間生活情趣感 熟練的編織各種形狀的昆蟲或動物 甚至編織戒指或是生活小擺飾 小牙霜 都難不到03元 我們今年63歲嘛 朋友們大家就陸續退休了 有的人就退休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沒有經濟壓力 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件事情其實對來講就是很辛苦嘛 他覺得我在做了 又是可以讓大家很快樂 自己也快樂嘛 那我們剩下的餘生不是要讓自己快樂 大家快樂 這最高境界嘛 對啊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分享有一個電影叫做 英文叫做Bucket List 那中文叫做一路玩到掛嘛 他的清單裡面其中有一個清單 就是讓陌生人快樂 要讓陌生人快樂 說是簡單又不簡單的事 然而更不簡單的 是林三元從CEO退休後 為了推廣草編同萬 他放下身段去考街頭藝人 我那時候沒有基這個單位 一枚就一萬十枚就十萬台幣 我們從那個年代開始 所以我常跟朋友講說 我可以很自豪地講 我是IT界的老兵嘛 我從二等兵開始幹起 從Sales開始看起 做到後來就從硬體做到軟體 軟體公司 然後後來變成微軟的副總 後來在2008年 他到中華電信基金會做了四年執行長 更清楚文化跟藝術在我們生活裡 佔有舉足輕重的因子 那一年我剛好六十歲嘛 我做一個抉擇 我是決定要再繼續在職場的 還是去圓心中的一個夢 那我這個心中的夢是來自於2012年的時候 《漢森雜誌》黃永松對我的期許 因為本來是我要跟他討教 就是怎麼樣來幫助台灣的文創產業 退休後的林三元 懂得按下reset鍵 沒有所謂身份地位的包袱 讓一切重新來過 讓生命的轉折點變得更有意義 我爸爸是礦工 我媽媽是礦工 我自己都幹過礦工了 幹了58天嘛 從打工慢慢慢慢上來 其實再加上就是我在2002年的時候 有一個生命的轉折 就是我得到呼吸中止症 你到了某一個階段要學會 叫做reset 就是你講很簡單 可是很難 你就習慣都已經開名車啊對不對 然後住得很舒適啊 有冷氣啊 有人使喚 有人讓你覺得自己很偉大 可是當你退休以後 你可能什麼都不適合 你變成你們家最沒有地位的人 從小受到母親 隨手撵來的草編同案啟發 以及雜誌社總編黃永松的鼓勵 讓他決然投入草編同案撐船的工作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 那我就記在心裡嘛 他說三元仙 你是帶著使命而來啊 全台灣從高科技做到那麼高 而且願意薪水減半再減半 到中華電視基金會幹執行長 這已經不容易了嘛 這樣的組合就少了嘛 然後又會這些東西全台灣救你一個 所以他就講到後面那一段說 你有使命要把這些的手作的同案 帶回我們台灣的生活裡面 手作草編同案不僅對兒童有啟發性 林三元相信草編可以在生活上 培養小孩子無限的創造力 現在德國跟日本的科技 跟國民所得都比我們厲害 他說真正的原因 它裡面的超前部署 我們現在黃老師沒有講超前部署 我現在用超前部署 就是他們對孩子的教育 就是動手做東西 這個文化 我們這個中華文化裡面 很重要的這些手工藝 這些藝術有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就是小孩子要從小會去做這些小東西 受到科技3C產品的影響 手作教育越來越弱化 把孩童的教育只放在學科教學 而直接忽略手作文化藝術的培養 非物質管理者 這些所謂的fine art 它很厲害 它現在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後繼 無人 就算有人的話來學 勉強學 學得不夠細膩 為什麼 就比較粗 那這些東西就是 它少了這個教育 所以你要做過手作就知道 你必須要注意到指尖 甚至到指甲的位置 還有那個力道 這些東西就是 我們叫做 以台灣現在目前比較熱門 就是所謂的生活素養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當你 我們台灣的這個教育的 重兵資源都是放在學科 那術科就被忽略了 為了推廣草編桐萬工藝 林三元蹲過台北街頭 地下道 後來轉站到大安森林公園 有時市集邀約 他也會去擺攤 讓經過的陌生人 看見手作公益的精湛跟趣味性 如果以街頭表演 我最主要還是大安森林公園 信義區 信義區 所以偶爾會到淡水 那你之前不是說 去東區那個地下界嗎 東區啊 第一個那邊人潮不多 但是就客戶群來講 不是我的客戶群 我的客戶群呢 大安森林公園最好 為什麼 第一個是小孩 第二個叫自然 自然系 公園嘛 還有一個 大人是去跑去那個花市 那你花市停車 一定要進入大安森林公園 進出 所以那邊那個 從建國南路信義路口進來 那個是一個大人潮 那個人潮不是一般的人潮 是喜歡大自然的人潮 經過的大人跟小孩 無不住逐在攤位前 看著林桑園 用簡單的天然素材 變出一個個有趣的草編銅腕 看到老師這樣 這種天然的素材 做到這種像銅腕的東西 那我覺得現在身為就很少見了 都太多商業化的產品 那這種東西自然的素材 我們隨手可以取得嘛 在我們自然演化的時候 可以不妨就是觀察一下自然 然後利用這些東西 做一些小玩 給小孩子會跟我們投台 直接一些比試 就是教育說 玩具不是一定要去商業 自然中可以找一種小生活 小玩業化 也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情趣 林桑園以開朗又溫馨的方式 帶動觀眾認識草編童腕 他很享受跟民眾互動的時光 尤其只要有小朋友目不轉睛的觀看 他一定會為小朋友做一隻可愛的動物造型草編 讓小朋友認識 來自於大自然各種素材草編 是一件有趣的事 草編童腕的資材全部取自於大自然 林桑園常常在山區裡面尋找這些天然材料 他善於利用這些滿山滿谷的植物 就是要讓更多人理解 童腕可以自己做 不用花錢買塑膠玩具給小孩玩 芒草在草編上的使用很頻繁 林桑園信手拈來 從中國節里的腕字節做發展 編織出想要的形狀來 魚啊 魚啊 水中油 那就是一條很簡 這叫神仙魚 所以它是可以編的 只是說因為它比較脆 處理不好 等一下我們再用另外一個材料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適材適用很重要 你勉強做當然也可以 但是它就是沒那麼漂亮 時常在山裡取材行走 對於各種素材植物 林桑園非常清楚 哪裡可以找到它要的資材 從森棕 椰子樹 地上的蕨類 甚至到使用廣泛的芒草等等 大家看一看 這個刮芒有多厲害 這刮芒它有刺 像鋸子一樣 它有點像這個比較嫩的 你知道 它會割人 它其實是很容易割傷 它比A4紙還厲害 所以我們登山人知道 碰到這種東西 所以你就是順著 1 2 3 這個太脆了 4 看一下 可能不太行 5 編出來都是黃色這個面在外面 所以兩面都是這樣黃色的 來 你要不要拆一拆這什麼東西 加油 加油 媽媽 加油 新北市十定十八重西附近山區 是林桑園最佳織財庫 滿山滿谷都是草編創作的天然材料 放眼望去 其實無處不是我的草編材料 我手指的那個地方 那個是竹葉 竹葉有各種顏色 然後在上面那個是棕櫚科的 我用的比較少 但是它也是可以用 那個是檳榔 大家知道這是檳榔 然後再往下 竹葉往下那個紅屋頂 車子旁邊的那個就是芒草 這就是山中 這一根嘛 這一根剛長出來了 可以嗎 包回來 包回來 好 然後這個 哇 這就很漂亮了 這葉子就很漂亮 所以呢 越下面它就越沒有刺 所以通常我都 那這個你這樣拔不好拔 它的就是這樣拔好拔 就順著這個方向 用刷 台灣低海拔的森林底層 都可以發現山中的蹤跡 是屬於棕櫚科 是台灣原生種 它跟台灣早期農家生活息息相關 這是它的叫做羽狀葉竅 這就是在做那個山中 做山中的那個縮衣的那個材料 它也是編織啊 就是用縮衣把它編織 縫成的一件一件的那個張書衣 上山取材料 林三元用一個二十元的剪刀 跟八元的小刀 很容易攜帶 又可以搞定所有的取材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葉竅 這個葉竅其實 這個都可以編 我們把它 先把它取下來 等一下我們再來用 就這三片 好 編開始 這樣就可以開始編了 開始編了 這三葉嗎 這三葉 你覺得這是什麼 它是一隻鳥 它是一隻鳥 好 注意看喔 好 一 二 三 四 它這個時候就找一根棍子 它就是一隻鳥 一直攻擊 再到下一個目標地點 尋找到林三元想要的芒草花 沒想到四月還可以找到芒草花的蹤影 芒草它有一年以後 它的花期很短 就是那麼幾個時間 這個就是有時候我採 我媽媽說 你哪裡去找 現在看芒草花不是沒有 對 季節亂去也有一個 但這種一看就是水 它是比較 比較那個 就是 碗開的 拔掉幾個芒草花 再把芒草花的桿 很熟練地分成兩半 我們找這一根來玩 我常玩一個遊戲 什麼遊戲呢 這已經很脆了 可是還可以用 勘用 勘用來做什麼呢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好 這是絕類 對 好 用這個 好 接下來還有一個小動作 好 先幫我拿著 這是孔雀 所以我們的祖先 就是包括漢人 包括原住民都知道 有芒草的地方就有希望 表示這塊地即將可以種植 你只要把這個芒草 稍微再整理一下 對 因為它已經肥沃這塊地了 然後再來呢 我現在把它賦予新生命 就是說 在它枯萎之前 我把它做成 像這樣的一隻鳥 生命總是需要被讚嘆 一隻兩種素材 做成的草編孔雀 林三元常會在野外 留下令人驚喜的傑作 草編桐蔓在任何空間 都是最佳的生活擺飾中製品 讓生命充滿無限的想像 歡迎回到美靈新台灣 林三元的草編童蔓 受到各方關注之後 她受邀到學校教學 為了承傳這項記憶 她開始培養種子教師 是否能夠一點一滴的改變 百分之九十五塑膠玩具的需求 讓玩具能夠從有趣又健康的 大自然裡取材 我最大的夢想就是要把 手作童蔓回到生活的日常 成為親子的陪伴 成為朋友跟朋友之間 交友聯誼的一部分 要實現手作童蔓回到生活 林三元很清楚 在街頭表演或是上課的時候 必須把口條優化 讓草編這件事情引起興趣 甚至變得很生動活潑 能夠吸引人的目光 停留住足 我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同萬類的這些東西 它的工法不複雜 當然最困難像這個 這個螞蟻最困難的就是這個 肚子 其他的部分 這個的工法跟炸萌是一樣的 蟬的工法跟炸萌是一樣的 就用繞 繞出那個身體 對 所以你會一些基本功的話 其實你再去發展並不難 所以我是把自己定位說 把它變成就是像小學老師 當他們的啟蒙老師 那以後再去發展這些很厲害的 就讓小孩子下一輩去做 我就當這個 中子 就專門教中子教師 因為這個心願讓林三元退休後 全心全意地投入培養中子教師 甚至受邀到國中授課 學校藥會通常是口耳相傳 比如說我已經連續兩年到平臨國中 所以現在的九年級跟現在的八年級 都是我的學生 那個學期就是教至少六堂課吧 六堂課 那把草編一點一滴的去交給這些國中生 很挑戰 國中生很挑戰 對 可是一次兩次以後他們都很喜歡 林三元從投入草編教學之後 受邀的單位也跟著多元 接觸的人群面也越來越寬廣 但文化藝術的傳承 還是需要社會跟政府共同重視起來 我們一年的國家的預算是一兆 大概下一兆都兩兆 一趴應該是200億 民主選舉的選票就會走上這條路 所以民間必須要把民間的力量 重視文化 重視教育力量要集結 集結就是說 或者說你要有人去遊說政府 我順便講 遊說政府把一部分的預算 透過公益信託的方式 去做long term的文化的投資 社會結構的改變 讓大家習慣買塑膠玩具 充斥在兒童的生活中 而且每年塑膠玩具的總消耗量 大約兩百多億 從兩百多億裡面 挪個兩億 讓這一類的人 他可以過生活 你知道意思嗎 不是我一個人 一群人 我們人越多的時候 這個市場就等於 我們叫做典範轉移 對 這個典範轉移 這個是最困難的 那這部分我覺得 可能要花兩個世代的時間 文化的改變不是那麼快的 對啊 因為那麼久 所以我們要開始做 雖然改變不易 但手作文化是教育的基礎 林三元把草編文化 以簡單易懂又易學的方式 讓一般人看了之後就容易上手 而且很多童腕的造型 在過程中跟不同的人 互相交流學習 這個宜蘭珍珠社區 的阿嬤學的 這個是我用蝴蝶跟一位先生換的 我先做蝴蝶 所以這個扇的循環 送給一個小女生 那小女生說 我舅舅會做螞蟻喔 我就極不可思說 我在教你做其他的東西 你來教我做螞蟻好嗎 就這樣 我覺得人應該要這樣嘛 有善的循環 很多小小的創意 看似沒什麼 卻富含很多文化意涵 就像這支看似湯勺的編織作品 這個是我在街頭 就碰到一個比我大的一個 一個大哥 一看就七十幾歲 他跟我分享 他說苗栗 我在住苗栗 他們以前隔壁的一個阿公 會用那個零頭葉做出一隻 會咬人的蛇 你在做那個街頭你要有互動性嘛 所以就這樣 就咬住了像這樣 那我就到處找 一直找不到 然後在找的過程當中 我的妹妹跟我講 哥 YouTube有 你的關鍵字下錯了 它不叫咬人的蛇 你只要找指蛇 手指頭的指 指蛇 一找全部都日文 然後是因為在街頭表演 要玩一個外國人 玩一個不太好 玩兩個三個 大部分外國人 我知道是中國指頭 別玩我 原來還有一個英文名叫做 中國指頭 中國指頭 我在查這資料很有趣 這個有一個心理學的學說 叫做 越抗拒越存在 所以你要說 那這個東西就是 說你要學會放下 從一片葉子 或是一根芒草感 編織出有趣的雛形 但加上一點點的裝飾 又變成另外一種動物 甚至換上不同素材 又是另一種樣貌 一二三 你要把它記住 一二三 好一是哪一隻 一是哪一隻 一是狠著這隻 對對對 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受這個手機 的影響 這個短暫記憶常常 就會忘了 一 然後二呢 下面那一隻 然後三呢 好 然後一 循環 二 這樣就差不多了 它身體已經好了 對不對 對 其實它不難 它不難啊 那我就可以想問一下 鴨子能不能變鳳凰 你看過這隻啊 可以嗎 這鴨子也可以變鳳凰啊 我的草片的材料 當然第一個 你會看到做完以後 你就知道嘛 它還有韌性 長度要夠 所以 如果以葉子類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要 像棕櫚科 好 像這個 這個葉子 山中的葉子 好 山中的葉子 好 啊你棕櫚科撕開了 也一片一片的 一片一片的 你就可以去編 青蛙 青蛙把它拉長了 就變成 壁虎 你那隻是壁虎 對啊 那隻是壁虎 對 拉長版的青蛙 就是壁虎 對不對 那你在做的稍微 嘴巴長一點的 那就變成鱷魚 林三元有豐富的人生閱歷 在編織的時候 時常把身邊的故事 或是現今社會動向 藉由某一個編織過程 述說出一段人生道理 我常常在跟人家講 說做這個魚繩 最重要的是前面的三圈 來決定它的形狀 是不是很漂亮 這叫做三歲定終生 也就是說現在大家在討論 孩子的素養 你在小時候就必須要 對 好 如果有幸在台北街頭 或是公園裡 甚至上過林三元老師的課程 會感受到 簡單的草編童腕 可以改變小孩子的思維 甚至運用草編童腕 改善了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 然而曾幾何時 我們都忘了 動手做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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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